Hello,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去索纳,我是裴老师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索纳的计调的制法 就是统音作对的制法 我们首先看一下啊 首先看一下就是它上面写的是 以统音为A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这个说的是我们低调的索纳啊 低调的索纳 我们全部按上了这个音呢 它出来的这个音名就是A 这个音名啊 就是它的音高 那开六孔做公的计调制法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啊 开六孔 那六孔在我们索纳的什么地方呀 就是在我们呢 这个地方对吧 这个是第六孔 那我们打开第六孔 公是什么意思呀 公就是我们这个五声调词里面讲的刀 导人命发的刀 那记是什么呀 就是记调 这个音高呢 出来之后呢 它的音名呢 就是 是记啊 它的音名是记啊 我写错了 地调制法 首先呢你要确定啊 它是在我们的地调所谈啊 它是在我们的地调所谈上 我们讲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地调所谈上面 第一个音是R 那就是统音全部按上之后 那它这个音高呢 使出了 然后打开下面的一孔 打开下面的一孔 就是打开的一个孔 就是咪 那就是咪 再打开一个孔呢 就是发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啊 它这个发的时候 在这个发的时候 它 这个孔上面 有一个什么呀 这个孔上面有一个 画了一个 向下的一个箭头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着我们在吹这个 发的时候 打开这两个孔的时候 要清明点 因为咪和发之间 是半音关系 对吧 咪和发是半音关系 所以我们吹这个发的时候 要少使一点劲 这是我们的发的音高 那再打开一个就是烧 再打开一个就是辣 再打开一个就是锡 那到了刀的时候 就是我们呢 刚才说的第六孔 到刀的时候 要关闭上第五孔 因为锡和刀 是半音关系 所以我们也要用交叉之法 那往下看 就是打开后面的大拇指 第七孔 就是锡 还有一个半音的锡 同样的音高 那就是全部按上 全部按上 和我们打开第七孔的 这个音高是一样的 那都是这个 以计调之法里面的 就是锡 那我们全部打开的时候呢 就是 咪这个音高 但是我们全部打开 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就是我们可以关闭 第五孔啊 关闭第五孔 因为你不关闭第五孔的话呢 你没有辅助孔的话 你的手 那你的手 那可能就会 不稳拿着 就可能掉下来了 那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试一下 然后我们逛吹咪 让我们全部打开 是非常的别扭 但是我们把左手的 无名指 按住第五孔 我们是不是就舒服一些呢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 同样的咪 还有一个范音啊 这个就是范音 那它这个范音呢 就是打开下方的 一孔 然后 用我们的超出音演奏方法 这个就是能得到一个 和我们全部打开 这个 呃 同样的一个音高啊 那我们再往上去 再往下去看 那就是超出音的发 超出音的烧 超出音的蜡 这都是一样的 超出音的锡 那到了超出音的刀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需要用交叉制法了啊 我们直接全部打开就可以了 啊 我们超出音的软 是一样的啊 超出音的蜜 也是全部打开的啊 也可以辅助 把这个孔给辅助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 计调的 执法 计调执法非常的重要啊 呃 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所那学习也好 业余所那学习也好 那 统一座z的这个执法呢 非常非常多的常用 而且特别是在我们的所那 这个读书区当中 统一座z的执法 可以说用的嗯 仅次于同一座烧的这种 嗯 可能还要多一些啊 可能还要多一些 那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也喜欢学习那 请记得关注裴老师 关注我们的课程 陪你学习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